什麼樣的家人 會讓你覺得他們有點ㄎㄧㄤㄎㄧㄤ的 包括了金牛 獅子 天蠍 雪瓶座 我父親是雪瓶座 那你父親有沒有特別什麼習慣 或者是癖好嗎 欸 你跟他熟嗎 我跟他不熟啊 大家好 我是希希 大家好 我是叔叔 我們是 希希 叔叔 等一下 我今天要介紹阿達一組 我來找一下我的板子 來 讓我幫你吧 等一下 好累啊 為了介紹阿達一組 本來我還要演那個 大家應該對阿達一組裡面那隻手 是最有印象的對不對 因為那隻斷手可以跑來各種地方 然後還會彈琴 然後串起整個片的劇情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設定 先講一下阿達一組 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部電影 沒錯 因為當年其實它是在雜誌上連載的一個漫畫 然後後來呢其實拍成動畫 再拍成真人版電影 然後真人版電影其實對當年影響非常大 沒錯 你看超喜歡的 所以拿出這個劇照 對 這個劇照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是模仿 浮潛那個角色 然後蘇菲亞就是 高冷 對 高冷 模仿安傑莉卡 休斯頓那個角色 沒錯 當年這個電影出來之後很紅啊 紅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當年喔 不會講一個人怪怪叫阿達阿達 就是因為這個片阿達一組 阿達這個字呢就被正式的拿出來 形容某一些人 阿達阿達 怪怪的 怪怪的 所以你看喔 電影的名字可以影響到一個時代流行的文化語彙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喔 對 所以當年呢這個片因為才太怪了 大家印象更深刻的就是片中的女主角 小女主角 就是星期三 喔 Wednesday 對 Wednesday 因為 Christina Ricci 飾演的這個星期三 然後這個角色為什麼怪呢 因為她是個小女孩 大家覺得小女孩應該乖乖的玩芭比 天真 可愛 對 但是她相反她是喜歡死亡 她喜歡研究謀殺 她想要了解殺人的同學 聞到血性的味道就會興奮 天蠍座 對 當年呢 因為這個角色太有反差了 很有趣 所以阿達一組這個片紅 然後 Christina Ricci 飾演的這個 星期三這個角色也很紅 那當然啦 那這次來到動畫版本 我覺得可以因為動畫效果 可以讓整個故事的設定 更ㄎㄧㄤ 更有趣 既然講到ㄎㄧㄤ 對 到底什麼樣的家人 會讓你覺得他們有點ㄎㄧㄤ的 或者是很瘋癲的 或者是很執著的對不對 對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人符合 我們剛才說的這樣的特質呢 包括了金牛 獅子 天蝎 雪瓶座 你有家人上訪嗎 誒 等一下 我父親 我父親是雪瓶座 真的嗎 那你父親有沒有特別什麼 習慣或者是癖好嗎 你跟爸爸熟嗎 我跟爸爸不熟 好 來我們來講一下 到底哪些星座最容易瘋癲固執 那基本上這些固定星座 他們都會有一些特別的癖好 比方說金牛座媽媽 她的每天做型就有固定 她的這個頭髮 就要燙的那個固定造型 所以她不能讓別人去挑戰她的標準 那四座呢 可能四座爸爸平常看起來很像 很兇換的爸爸 可是玩起來比孩子還瘋 可是你如果不給他顏面 那你完蛋了 然後會想辦法把你製造很乖 那天蝎座的話呢 可能比方說天蝎座的 不管是爸爸媽媽 她希望你按照她的方式來生活 而且他們最討厭的小孩對她有秘密 掌控怨強 對 他們不喜歡有秘密 最沒錯就是 她可以跟你維持一個家人關係 可是有一點點距離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她一定要做她自己 這四個星座其實 在喜歡的事情上 他們就很執著 你改變不了 他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話 他們不是跟你保持距離 就是想辦法讓你配合 那你覺得我們小女主角星期三 最像哪個星座 我覺得喜歡玩死亡遊戲的這種 一定是跟天蠍有關 好啦 我也覺得跟天蠍座有關 糟糕我們又要得罪全中華民國天蠍座了 我覺得天蠍座的人 可以理解我們節目製作師都沒有困難 看完這一集的希希叔叔 我們有什麼驚喜呢 我們在影片的說明欄那個地方呢 你點下去就會有我們這次的題目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希希 我是叔叔 我們是希希叔叔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